Eason 陳奕迅 今天來到電台主持直播節目 宣傳即將舉行的慈善演唱會 不過這個演唱會是不賣票的 歌迷應該都很難可以欣賞到 這個計劃就是一班 和我一零年至一二年 我都要講一下 一零年至一二年一起巡迴的朋友 既然我們之前是巡迴開始 不如做一個show 來完結這件事 所以就做一個show 選了10月27日 在中環的海賓 即是摩天輪旁邊 但是賣票? 賣票其實很少人一千多個位 不如不要賣票 因為都賣不夠分 不如我邀請一些 例如可能 就是這樣說 因為很多的 但我很想鼓勵青少年 在香港的青少年 可能有些 例如住得比較偏遠的地方 原來從來沒有機會出中環 那我就覺得 真棒 無端竟然請我去中環 可以看他的show 和一群Duo Band一起玩 挺棒的 所以就這樣 演唱會還推行實名制 防止觀眾炒賣門票 相信Eason應該是第一位歌手這樣做 因為是邀請的 所以其實觀眾是被動的 我們是主動的 所以這一次會 所謂的實名制度 其實就是 省缺一些麻煩而已 因為會避免一些 如果有票 但是臨時來不了 然後就 可能有些人會有想法 要賣給誰誰誰 就變成一個 不想鼓勵這個 炒票的風氣而已 所以 對啊 而且是現在 一個月之前 跟他們其實也不多 不長 那就希望他們 是邀請的 所以 下一次 售票演唱會 會不會這樣再說吧